其实在Excel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日期呢 你如果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刚刚我们有重新格式 但如果你今天把它改为什么 通用格式的话 改成通用格式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这预设的格式 你会发现它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它是跟什么 1900年的 1月1号 相比较之后 就是跟1900年 相差几天的意思 就是从1900年到这一天 总共呢 经过了 42,694天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那如果有这个概念之后 其实简单讲起来 其实一个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反正你以后 如果要算两个日期 相差几天的话 你就把两个日期相减就好了 OK 比如说怎么样 我们把这是按确定 假设这个是 42,694 那奥运的话 请你在旁边提一个数字 2020年的 7月24 对 如果你把它除了格式 改成通用的话 它会是应该会比较少 还是比较多呢 应该会比较多嘛 为什么 因为未来 只会一直离19001月1号 还会越来越远 所以基本上 会是 44,036 那我怎么知道 相差几天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怎么样呢 等于 把什么呢 把这个日期 剪掉这个日期 打勾 有没有 1342天了 OK 所以其实啦 里面 基本上呢 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那只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 它已经帮你格式化了 所以你顶多是 帮你格式化之后 这个是你看到的 但实际上 存在esail里面的话 它是帮你存成一个数字 所以你可以 当然你可以 这个减这个 有的时候 可能减完之后 假设 因为里面 两个都是日期格式 减完的时候 有可能 它回来的东西 会帮你带过来的 会是一个什么 日期 就是变成这样的格式 OK 那没有关系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格式呢 再改为什么 通用格式 那就会是正确的天数了 OK 变成说你只是要 自己再动手改一下 其他大概 没什么太特殊的 所以这样理解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 清楚知道说 其实日期 里面存的 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时间的话 怎么理解 其实时间的话呢 因为一天 刚好就1嘛 数字1 整数嘛 如果是时间 实际上24小时 实际上每一个小时 就怎么样 把24 把1除以24就对了 那每一等份 所以你会发现 除完会有个小数点 那也就是说 其实 在ESHEL里面的时间 都是由小数点 所构成的 比如说 你看 那个TIE 对不对 假如说你今天 我们 因为有些不是整数 所以我大概113 应该是12点 冒号 比如说12点AM 然后再来就是3点03 像这样的一个数字 怎么来的 其实你干脆就 0.0.0125 OK 然后比如说你这边 我把它也是用 先用那个 用这个 小数点好了 用数值 OK 那比如说呢 我们 增加小数点 好 然后向下填满 到1 对不对 然后向下填满 到1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 再把它格式化成 那个什么 格式化成 时间的话 基本上 比如说格式化成 我们比较习惯的 这个好了 比如说几点几分 PM AM 这样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格式化之后的 0.12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它就会帮你显示 出的是时间 所以这个应该是 0.0点 每三个小时的话 应该是 0.25 OK 大概这样 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时间部分 实际上 它就是有小数点 那最后一整天的话 那就是1 就是1 应该是0.125 才对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把它格式 假设 每0.125 当一个区间的话 那你再把它格式化成 时间 这个格式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才对 再把它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是0的话 那就是12点 凌晨12点 每0.125 三个小时 有没有 3点 6点 9点 最后的话呢 它才会是 又一整天了 所以到 有没有 隔天的那个12点 那就是1 表示一整天 那存在Easell里面呢 它就会是一天 所以时间的话 是24小时次的 OK 这里的话 延伸性 让各位多了解 就是在Easell里面 日期是一个数字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有关DATIF 这个函数其实非常重要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DATIF好像之前 有在前面的地方 有带到 像安养中心里面 如果你要算日 算那个年龄的话 哦